哈喽,谢谢你们好,我是屎,今天是171688的帽子看店分散 总共我是买的10顶帽子,均加自带10几块钱左右 都是非常评价,质量又很好的帽子,赶紧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在你们看的家店铺叫做一乌式旅岛电子商务商行 他们家的总粉丝量有3.1万,可以一键起拼 运费是6元起按重量去叠加的 然后他们家的商品款式真的非常多,有1.7千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家没有的款式 那我戴的这一顶帽子就是在他们家 我觉得最满意的一个帽子是Janny的铜款 它这一个帽子是有一个帽子连接着围巾的 围巾的长度也是比较长的这种类型 戴上去的话它是特别显年小的 我的头位是52,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总感是特别厚实的这种,也不会很容易掉毛啊这种类型 第二个帽子呢,是之前你们有问过我的这一个 就是有两个耳朵的这个黑色的帽子 这个帽子呢,是我在淘宝特价版上面买的 这个是我新发现的APP,没想到已经那么多人在使用了 它上面的东西都非常的便宜,而且性效比还蛮高的 我最近正在挖掘里面的宝藏,到时候可以给你们分享一波 然后它这个帽子的绒感也是很舒服很厚实这种类型 两个球呢,它是比较有分量感比较重的这种 它下面这个位置呢,里面是有加种比较柔软的这种羊绒的 很舒服,戴上去的话它还有保暖效果 搭配裙子啊,或者是毛衣都是很可爱的类型 它呢,是这样子的 里面呢,是有加种种感的 质感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这种帽子的话,它会比较适合就是脸比较瘦的女生来戴 然后我戴的话,它还稍微是比较大的那种类型 它这一个的话是没有调节的 我戴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你把它这样子戴在你头上 然后呢,你按住一个地方 然后给它往你想要的那边去拉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节着的情况 你可以按你想要的那个地方去调节它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戴上去就是这样子了 三个是一个贝雷帽 它的质感有点偏向于那种灯心 里面呢,是一层这种比较薄的领布 然后它是可以调节头围的 整体的帽子都是比较硬的 不是软太亮的那种类型 接着是这一个鱼肤帽 我觉得鱼肤帽真的好适合原来你的女生戴 因为它戴上去的话会很嫌年少 然后它这个鱼肤帽外面的皮质感 是这种铺皮的材质 摸上去是比较柔软舒服的 里面呢,是有做加温的设计 所以它戴上去的话还蛮保暖的 它特别适合搭配那种都是比较复古的衣服 接着是这个铺皮质感的背雷帽 我觉得我每年都给买好几个这种背雷帽 因为它真的很百搭 它整体呢,就是这种铺皮的材质 而且它的质感真的很好很好 然后它这个边缝呢,也是做的比较硬挺的类型 走线什么的也是很工整的 里面是一层比较薄的领布 然后它这里呢,是有带这种调节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头盔去调节一下 我呢,52的头盔戴这个帽子稍微调节一下 是刚刚好的 这一个也是鱼肤帽 它是有点那种偏奶白色的 就不是纯白的那种白 然后它外面的材质呢,是那种橘皮的 质感真的很棒很棒 没想到它居然才十几块钱 太便宜了好吗 帽颜呢,它是属于比较宽的这种类型 就是你平时要是不想化妆 你就直接把这个帽子套上去 然后戴个口罩出门 谁也认不出你是谁 然后它里面呢,是这种羊羔毛的 接着是这一个偏卡其色的这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呢,跟刚才我给你们分享的 这一个黑色的羊羔毛帽子 其实是长得差不多的 但区别就在于它这个黑色的羊羔毛帽子 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这一个的话,它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类型 上面是比较厚实的这种羊羔毛 里面呢,是这种繁华的领布 也是可以调节的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一个黑色的 感觉会比较白淡一点 这个羊羔毛帽 它整一个帽子呢,就是这种毛线织的这种感觉 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 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棕色 但是有点偏卡其色的那种颜色 下面呢,是一层这种米白色的 不太容易脏的这种类型 它这个帽子你戴上去的话 估计也谁都认不出你是谁 反正素颜就必备这种帽子了 你戴个口罩,谁都认不出你来 然后它是正方,两面都是一样的 这边带脏了就带另一面 给你们看那个戴帽子的效果 带着带着我的这个刘海都带不见了 都压扁了 接着是这一个灰色的帽子 它呢,也是一个背脸帽的这样子 这种灰色的帽子搭配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可以搭配黑色的衣服 它整体会有点那种偏商务正式感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这一个切鸟格的帽子 这一个帽子我之前就是入视频的时候 带过很多小姐妹有问过它 它呢,外面是一种四肢格子的 的材质 摸上去它是比较有质感的 但是它稍微是有一点这种线铜 然后外面这一圈呢,是这种铺皮的材质 整体的帽子都是比较硬挺的类型 戴上去是比较有心的 里面呢,是层滑滑的礼布 然后是有带这种可以调节的这种绳子的 戴上去的话,它是很时髦的 拿来搭配那种就是比较小商风的衣服 也都是可以的 这种东西是比较小商风的 是比较小商风的 感谢观看